大家都對露營品牌有一些好奇心 今天我們要拍的就是這個 好,來,又到了一系列露營品牌特輯時間 哎呀 從我們最近拍過的一些品牌 就可以反映出所有觀眾 其實大家都對露營品牌有一些好奇心 哎,沒錯 你看從我們拍 達芝米、Call Man、秋奧豆 我們都拍了 今天我們要拍的就是這個 應該有五次移了吧 風夜大家都看過吧 而且所在地 我們已經來第三次以上了 你會威水太多次了 你往後拉 我告訴你這間店好在哪 好在它有 狼狽喔 物牌 LOGOS 安慰 UNIKE FRIEND 跟PERSO 我們可以拍你又提起 你這種拍法跟 華山派 空銅派 俄眉派 你打他派 我們今天還是要把LOGOS的歷史 跟大家講清楚 每個品牌有每個品牌的品牌精神 哎唷 你認為LOGOS幾年了 這一家我沒有研究過 但是感覺也有30年以上 30 你很內行耶 嘿 開玩笑 他是從戰爭以後開始算每一個品牌 大概都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覺得應該是一戰之後 還二戰之後 差不多吧 哎唷 那你知道一戰是幾年的時候 我不知道 給大家一個參考 一戰是從1914年達到1918年 到了4年 那你知道一戰的歷史是怎麼來的嗎 大家應該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吧 太久了 一戰的歷史是 德國俄羅斯跟法國之間 產生了一些矛盾 2 hours later 今天是要講LOGOS的品牌 我是要講一戰的歷史 你要跟觀眾講說 LOGOS到底怎麼來的 但我剛剛為什麼要講一戰 因為一戰是1918年 LOGOS是從1928年 創立這間公司 欸那也快100年耶 但1928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在做海上貿易 一直到1985年才開始正式 進軍露營品牌 而且他們進軍露營品牌的品牌 定位是什麼 我哪知道 欸你們都不先做工 定位就是家庭露營 剛好就很符合台灣的露營狀況 第二點就是要講評價這件事 新手在接觸露營品牌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就先被 所謂的車庫品牌嚇到 其實露營有很多便宜的方式 但是我們今天介紹LOGOS 價位不會很高嗎 聽起來很高對不對 畢竟它是一個 發源於日本大阪區的露營品牌 對啊聽到日本兩個字 就感覺很貴啊 你現在一看日本人 都沒有花錢 然後直接下嘴 沒有花錢的印價都是3800塊以上 重點是LOGOS這個品牌是值得信任的 他們是已經跟日本政府合作 開了一個露營主題公園 而且豪華露營他們也有經營 連飯店都有經營 哎呀 所以這麼大一間公司 基本上品質是可靠的 哦 它為什麼會從航海轉到露營 欸很簡單 我們剛剛講到一戰的歷史嘛 1914年到1918年 那個時候為什麼打起來 其實跟所謂的海上貿易很有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海上是有相當相當大的需求 是跟魯博人達人 欸沒錯 而且還有惡魔國史 他是惡魔國史 他可以拉長3公分的 3公分 不要再講那麼多屁話了 應該要說什麼 走 帶你去看 走 帶你去看 LOGOS果然是殷石殷地 欸為什麼有殷地 至殷 他們的品項 光是爐具就打中我了 而且不管大的 小的 中的 瘦的 長的 應有盡有 看這裡 是不是 首先呢 映入眼簾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個 買六角柴爐 送櫻花油網 有沒有 送柴火桌 我們以前也有拍過很多的柴爐 有些很好用 有些收納很複雜 有些空間很大 這個是我認為設計最符合 我們一般使用的 收納方便 組合迅速 快速生火 再加上LOGOS是不是楓葉 它的造型剛好跟它的六角形有呼應 以柴爐來講 它這個算是中小型的Size 我認為一般的1DK使用這樣的柴爐 是剛剛好 它這一組原價 18000多 這一個柴火價2500多 所以加起來大概要2萬多 現在特價16800多 欸欸欸欸 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啊 因為下面都有氣流通過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當一個柴火爐 我怎麼愛吃買這個就好了 你說它像柴火爐 功能型取向是不是 是啊 那就不得不提 這一個補屬器了 欸這個厲害 這個是我們看到一次覺得 值得推薦的東西 怎麼說呢 您看 一般我們烤肉的時候要添柴火 要換烤爐 都要烤一個天才來添 都要 都很麻煩 你必須把上面的所有的食材拿掉 然後再添柴火 灰燼又很難做清潔 是不是 它這一個就是 你的灰燼可以直接做清潔 再加上 這感覺好像在清理家裡的水槽 你可以放一般的柴火 或者是木質顆粒 或者是碳金 或者是厨魚 你有沒有騎你家裡那個 添浴間的那個水槽 我跟你講 你的水槽最好有那麼大 都是沒錯吧 專業的 而且它這個放進去 你的火在裡面燒 看到沒 它還是一個暖爐套作 四周圍圍爐都能取暖 但是很多網美錄影看到這個 可能就提不起興趣 Logos也幫你想到了 Tiffany顏色的粉火台 而且收納它一樣會有集碳盆 一樣也很好做收納跟清潔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烤網的面積實在是過於小了 這個是夠你吃嗎 九九 欸拜託你 剛剛就自己講說 這個是網美風格 妹子在用的 妹子哪會跟你烤那麼大的東西 都嘛一點點烤而已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就不太實用 說到了十量食材烤的面積 就不得不提到Logos 我們最好的朋友 組合型標準粉火台 欸設計這一個的人 那個專利不知道已經被偷多少了 各場牌都有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收到這麼薄 這麼輕便 你說這個最大 那這最大的有幾公分 開玩笑 接近六十公分 這是食人族在用的 食人族你要把人烤進去 就要靠這一組 更不用講 鄉中之神 鄉神 收納方便 又具風格 你還不用價高 它完全已經幫你設計好了 已經有腳了啦 Logos的商品 我覺得品質是保證的 價格也保證 你現在你想想看 中秋節剛過 你隨便去全家 或家樂福買一個烤爐 也要八九百塊吧 為什麼不買Logos 好啦 剛剛看到小翔把爐具 就講了這麼久的時間 那代表什麼 代表Logos的品牌集團資源 也非常豐富 最主要你要知道 1985年的時候 Logos開始競逐露營界的時候 它第一個產品是什麼 就是帳篷 你沒有帳篷 跟人家講什麼露營品吧 是不是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它的帳篷樣式之多 而且更新之快 映入眼簾的就是印第安帳 如果說有搭過印第安帳的路由 就會嫌棄它一點 中間都有一根種組 頂天立地 這不就是印第安帳的特色 對 所以男女兩方會被化開 萬一在昏暗的燈光之下 女生抓錯跟抓到種組 蛤 寶貝 呃 好硬 哈哈哈哈 但是重點是 像這一個就已經是 改良過的印第安帳 雖然這邊沒辦法搭出來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V型結構 吊上內帳 中間是去中組化的設計 哦 那你說 欸 這個是Logos新出的嗎 其實它早就已經出印第安帳 只是以前是有中組的系統 我帶你去看有中組的系統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頂多少錢 這頂售價是一萬八千元 好啦 雖然沒有辦法很清楚表示給大家看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圖示 是不是有一個女生拿著一根粗粗的 從中間頂起來 這就是中組 傳統型的印第安帳結構 那這個印第安帳多少錢 看一下它的收價 哎呀 九千啊 九千你會不會買 有點貴 九千你還嫌貴 對啊 那假設是三千塊特價 你買不買 欸 差太多了吧 當然Logos不僅是這樣 哎呦 接下來你一定會問我 家庭露營最常用到的 所謂的一房一廳 也就是像MDX、L、DX 或者是像氣候達人 或者是像Kazimia X5、X9 大型帳篷 Logos也是有嘛 接下來有一些 比較特色的帳篷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看一下 客廳帳、圓頂帳、球帳 各品牌都有出對不對 那如果說 這樣的客廳帳 搭設上面可能就比較費力 感知多 然後而且它需要 多銀釘的設計跟加固 那怎麼辦 如果說它有充氣功能 你是不是覺得這頂帳篷 誒 它是充血功能 沖上打氣孔的充氣型客廳帳 你把它當成一個球帳使用也沒問題 再附上最近最流行的行軍床 它這個好像還可以另外選購電動充氣 電動那是肯定可以再選購 如果你對這個電動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們下方說明欄 像這種雙風型 也有點類似是小嶺在用的 有沒有 搖曳入林小嶺的帳篷 不只是帳篷 陣幕也有 其實有一段時間很流行這種陣幕 你只要有一個天幕 天幕下面還是會透風 如果風大的時候 你再加上這種陣幕 它是可變換多種型態的 像圍牆一樣 沒錯 甚至你可以在後面演褒帝 再來那個誰 你不是在找車邊帳或車尾帳 我幫你找到了 車邊車尾都可以同時使用 有開電動車的朋友 比方說Joshi 比方說Juji 都可以使用到的車邊帳或車尾帳 而且它這個車邊帳 你以為它只有一種功能嗎 它是好幾種功能做連結的 比方說 你想要全遮 半遮 延伸 鏤空 或者是單純只架設 遮陽 這些都沒問題 是不是厲害 也是一物多用的設計 所以說家庭露營有它 關鍵成功之處 不只是帳篷 Logos的天幕 也是一群 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現在看到的這個 記錄型的天幕 如果說你自己要去記錄 這樣大小的天幕 跟收納其實是剛剛好的 一個記錄的天幕 你認為你得花多少錢 2500 特價800元 特價不是2500嗎 特價800元 我操 所以記錄的朋友有福啦 趕快來買 下一個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般家庭使用的金牌型天幕 它的大小就足夠 一加六口坐在裡面了 欸 是不是有點重 你手在發抖 如果說到重量 其實也還好 不要硬撐 本身只是因為我體弱脫病 好啦 當然一定有重量 重量代表質量 新手通常在買天幕的時候都要想說 那我要配什麼銀柱 如果說這一盒裡面 就已經把銀柱幫你準備好了 這盒應該要賣你多少錢 這個至少要4000 你猜得很準 這組3800元 但是你好處是整組套裝 原廠建議的天幕 跟原廠建議的銀柱 適合這個天幕使用 接下來 疊型天幕 要帥的朋友不要忘記了 疊型天幕絕對是 最近非常流行的一個天幕 雖然它遮蔽空間 沒有四邊形來的這麼大 這個就跟剛剛的那個紀錄的差不多啊 我跟你講它的好處是 抗風型會比一般四邊形天幕來的好 再來是加上帥氣的程度 那如果說一個疊型天幕 讓你能夠更帥 你願意花多少錢 六角型天幕基本3000元起跳 你很準耶 疊型天幕大概就是要3000元起跳了 所以它的定價是303元 但是如果特價1000元你買不買 哇 所以是日幣定價台幣收費啊 是不是值得買 如果說你嫌疊型天幕搭起來遮蔽空間不夠的話 你要這樣當然就是 發一個啊 黑膠金牌天幕 它的重量會更重一點 因為它是有黑膠 這樣的能力是更強的 不囉嗦了 告訴你們 這邊特價2000塊 趕快來買 睡晚 當然還是要吃啊 我問你吃是不是很重要 我跟你講吃對你來說是蠻重要的 看到我這張臉就知道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跟吃有關的東西 沒錯 看到你這張臉就知道 冰凍三尺飛一日之寒 哈哈哈哈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Logos全系列鑄鐵的炊具 來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可以放在單人粉火台上面 拿來做煎烤的 如果說你是野營紀錄的話 一個背包插進去 重量有沒有很重 來看一下它的平底鍋 鑄鐵平底鍋 不管你是要煎荷包蛋 煎大一點的荷包蛋 甚至煎到鴕鳥蛋 哪都有辦法 哈哈哈哈 來 厲害了吧 這是它的中華炒鍋 沒有人露營帶在中華炒鍋的啦 怎麼會沒有 收納很不方便啊 我已經許願很久了 我每次都想要帶我家的中華炒鍋去 但就是那一支藏餅 讓你覺得你為了那個要卡住那一支藏餅 所以你如果中華炒鍋沒辦法拆卸把手的 你露營的時候先考慮一下 你以為Logos是個百年平台 沒有想到這個點嗎 撐幾何時看到中華炒鍋後面有一個小鐵片的 是幹嘛用的咧 我知道 就是你炒的時候容易燙到的 拆卸下來之後 手把是不是就可以拿下來了 喔 它就可以收進鍋子裡了 全部可以收進鍋子裡 再來這個鐵片 這時候就展現出它的用處了 哇 我跟你講擺在這裡 好像裝飾品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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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誤會了 擺這樣的功能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應該你的年紀沒有經歷過那一段 其實我已經有想到 但是我想聽一看你的答案 就是屋頂上面的雷達 你可以收到NHK電視 其實我想聽也是這樣 再來Logos有出了一項很好玩的商品 你看 喔 音響 對 單人烤肉MP3 可以放CD有沒有 從這邊吸進去 而且火光會跳動 這個會有RBG的顏色會跳動 它這個是一個人的分火台 像我們群組裡面有一些女性 她自己記錄的 帶一個這個 晚上自己在那邊小酒喝喝烤個小串燒 如果這一台只能烤烤肉 那你就太小看它了 登登 玉浮土鍋 是不是還可以煮煮飯 而且還附給你一個 非常有氣氛 Logos 的一個木蓋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日本人喜歡用玉浮土鍋煮飯嗎 會不會 因為它這裡面呢 還有紅外線煮出來的飯 這兩家 紅外線 對 淘土 所以它是紅外線MP3跟CD共用 對 它是一個3C產品 我這個也是一個 你是說這是中國3C字 對 好了啦 我們不是要推薦陸友 三個我們最推薦 Logos 的超值商品嗎 欸 你終於講到我們本集的重點了 這也是我們本集的最高潮啊 欸 但是我們還是先進一下廣告 商 食 劍 方形伸縮 天目感 期段調節好簡單 2.8米最高段 價格實會人氣款 網美風格露營桌 高地可調 變化多 三秒收折 真輕鬆 功能齊全 只敢優啊 只敢優 主本有無人這一次獨家引進 網美風格露營桌 你不是網美走開 而且收納輕巧 功能齊全 方形銀柱最穩固 最高可達280公分 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遊牧人 即可獲得遊牧人輕量摺疊杯 那麼哪裡買得到呢 下方收尾欄連結都可以買得到 繼續看貝片 好啦 接下來來到這場比賽的最高潮 美人推薦一樣單品 我們首先歡迎1號選手 好合情 耶 觀眾 Logos的烤肉架 還附鐵盤 還有烤肉網 一般你在中秋節剛過要 準備烤肉用品的時候 你一個烤肉架至少要花個七八百買吧 這一組只需要1100 等一下 會不會在中秋節之前 它是賣1800的 有可能 因為剛過了中秋節它特價成1100 而且還送了這一個烤盤 這個烤盤不管你是要放在烤箱裡面 還是焚火台上面 還是烤肉架上面 都很好用 才賣你1100推薦啦 划算來的 接下來歡迎我們下一位選手 也就是傳說中的輕功 水上飄 六四滴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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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不是不是你唱錯主題曲了 是吹個秋 吹個打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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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介紹這一張 Logos的作品 你做在上面真的是穩如泰山 對啊 而且我告訴你 它是全座可以拆的 重點是它的價格 原價3500塊 特價900塊 而且它還是加寬 68公分 欸 那這張你還要推薦嗎 這張不是你自己做的嗎 待會我就會直接把現場兩張直接買中 吹個打氣球 吹個打氣球 好啦 接下來就是我們本集的最高潮 我們有請三號選手喔 最鳥效 最廢的 最耗體力的 我跟你講三號選手要求 有沒有康福搬家可以幫忙 等一下 這個東西是多厲害 如果還沒買帳篷的朋友 恭喜你 你有福了 哇 這個是最高級 最大的一頂帳篷 重點是它大概就是差久的大小 而且完全黑化的處理 三房的一個設計格局啊 你可不可以講快一點 我們先聊一下 因為我重量好像在你那邊 所以我們可以好好聊一下 重點是一頂這樣子最高級最頂級的帳篷 你覺得要花多少錢 這個沒有五六萬帳 要正常嘛對不對 這頂帳篷就是五萬兩千元的定價 哎呀 那還介紹幹嘛是不是 五萬二推不動的啦 五萬二 那我們再轉一邊 來 轉轉轉轉 特價 一萬兩千元 哎呀 還沒買帳篷的趕快來買 你老婆保證會喜歡這個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到二手商品說 請使用一次老婆不喜歡 可不可以也請使用一次 哈哈哈哈 好啦這個真的很推薦 這個是本集的最大優惠 反正每次來這間店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定都有寶可以挖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並且 歡迎大家 與朋友 掰掰 先搬上車 先搬上車 還是再買一個露營推車 他們露營推車好像也沒有多貴 我們就不用搬啊 一下 Stupid 大家看 來一下 來一下 我們不想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